这是纳帕君钟爱的一款侠夺利 也是一个可以炒作的品牌 但是我们偏不 纳帕古的HDV酒装与Opus One相同 都是美法联姻的结境 法方是名声显赫的罗曼尼康蒂庄主 Aubert de Villene 美方是纳帕古世家Larry Hyde 本来如此背景可以大肆轩然炒作一波 像作品一号一样名利双收 从此走上人生巅峰 不过两位大爷做人做事甚是力量 以至于Aubert老爷子特别盯着 宣传文案一定要说明白 这是他的个人项目 而非代表罗曼尼康蒂酒装的商业合作 两个人的背景都是酿造伯根蒂品种 尤其是霞多利和黑皮诺 而且Hide家族的葡萄园 也坐落于纳帕古最为适合如此品种的 Los Caneros产区 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 小题一句 他们有款赤霞猪来自纳帕古偏凉爽的产区 同样非常有趣味 这瓶2020年的霞多利 勇夺了Wine Spectator的96份 上个年份同样拿到了他们的百大第三名 这支酒闻上去芬芳富裕 带着黄苹果柠檬芒果等果香 以及诱人的咸咸感 品味起来也颇有变化和层次 而且口感活跃灵动 游戏收尾略微的芝麻和豆蔻汇味 令人不舍 因为产量太少 而且是会员制配给 上周和酒庄聊起来 今年的国际配额恐怕不容乐观 可能仅有手中这一丁点库存了 按照物以稀为贵的原则 这样有故事有品质 而且又极具性价比的酒 可以囤积居齐提高售价 不过我们还是决定持手出心 酒喝不炒 所以如果你发现我们店里还有的话 你明白的 哪怕够源头一手